今天是8月21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 在本週都能夠操作順利大賺 好 那上禮拜的台股 算是震盪非常的劇烈 因為說 其實從星期一 上禮拜一到上禮拜四 其實都漲得好好的 一直到上禮拜五 又出現比較大的麥克風 很多的AI股又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包括像是偽創 廣達 音業達 這些比較一線的AI股 上禮拜五又全部跌回來 其實說 這是一個正常現象 因為說 畢竟說 雖然說台灣的台股中的財報 已經全部公布完畢 但是對於美股來講 在本週還有最重要的NVIDIA 所以預計就是說 在本週只要說 NVIDIA的財報公布完畢 會有再更大量的資金 開始進入股票市場 所以這個禮拜來講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全球央行年會 還有NVIDIA的財報 當然說 因為說在這個時間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以全球央行年會來講 最好的情況 它就是會釋出說 明年到底會不會降息 就像我們之前一直提到的 你說在 因為明年2024年 美國聯儲會到底會不會去降息 其實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為什麼會說非常高 因為說這個時間點 美國的經濟它是軟著陸 正在軟著陸 因為說通膨溫和的下滑 但是美國經濟是緩步的往上成長 這就是軟著陸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如果說美國的高利率 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那它一定會從軟著陸 變成硬著陸 就是說現在雖然說通膨在下滑 美國經濟在緩步的成長 但是如果說高利率的時間 維持得太久 又會變成說通膨下滑 美國經濟也會開始慢慢的衰退 所以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訴大家 就以總經濟來講 2024年一定會降息 就是說看它什麼時間點而已 說2024的年初或2024的年中 看什麼時候去降息 但是一定會降息 因為如果不降 美國會從軟著陸 變成硬著陸 這不會是 這不會是包爾要的 所以以總經濟來講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美國明年一定會降息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以產業面來講 這就更不用講了吧 就是說NVIDIA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8月24號的凌晨 要公佈最新的財報 那市場主要就是在等 這一份財報 最重要最重要的財報 只要這一份財報出來 我可以跟大家講 很多的AI股一定會大漲 不一定說馬上漲 可能會先下再上 或是說直接上 因為說 這一次NVIDIA的財報 其實坦白講 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危險 所謂的危險不是說財報不好 而是說有可能會出現 像當時美超委的狀況 當時美超委公佈出來 財報不錯 但是它是先下再上 為什麼 因為市場上對於它的期待太高了 所以這一次NVIDIA的財報 可能也會複製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 市場上對於NVIDIA的財報 期待太高 那只要說 就像說 大家如果都期待一位好學生 他考100分 但是他只要考99分 大家就會覺得 你可能 努力不夠 可能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 對於法人來講 就像我講的 對於大資金來講 他們會等這個不確定因素解除 再去做進場 所以預計 我們直接看一下指數 以台股來講 上禮拜是非常震盪 好 那預計會等到這禮拜 這禮拜的NVIDIA財報公布完畢之後 才會有比較大量的買盤 所以這個時間點 它就算是籌碼跟技術面的修正 小幅度的震盪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個時間點的AI震盪非常正常 那就像我講的 AI它是一個不可逆的大趨勢 因為 AI的爭議其實 每一次都一樣 只要說盤勢比較震盪比較混亂 就會有看空AI的言論出來了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的 你去想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覺得AI會不會在我們生活中 周遭普及化 接下來會不會大量的出現在我們生活周遭 如果會 那我可以跟你講 AI的行情絕對還沒結束 這是一個邏輯 這不是產業也不是什麼專業的分析 這就是一個基本邏輯 就是說 你去想 如果說AI它會持續發展 它接下來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台廠算是對於說AI伺服器 CPU GPU非常重要的廠商 既然說台廠的廠商非常重要 只要說AI持續發展 這些公司的股價會不會再有高點 偉創 廣達 音業達 維新技嘉這些都一樣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就是說只要AI持續發展 這些股票一定還會有高點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大家講 AI它是一個不可逆的大趨勢 它算是剛性需求 既然說它是不可逆的大趨勢 你早晚都是要去買AI 這件事是你早晚都一定會面對到 除非說 好AI從此就不發展 那可能就不需要 但是如果說AI它會持續的往前去發展 我可以跟你講 你早晚都要去買AI 既然說早晚都要買AI 為什麼不要趁現在大特價去買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邏輯 就是說 其實你去想 你再想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假設 假設說 從2008年到現在 你說發生了三次好了 發生了三次雷曼兄弟的事件 那你去想 就算發生三次雷曼兄弟的事件 我們現在還有沒有可能 繼續再用3G的網路 不可能 好 就算發生三次的雷曼兄弟 我們現在有沒有可能還在繼續使用 iPhone第一代跟iPhone第二代 不可能 就是說 金融環境再怎麼惡劣 單一的事件再怎麼嚴重 有一些一定會前進的趨勢 它還是會往前走 3G不管再怎麼樣 一定會跨到4G 一定會跨到5G 就算發生再怎麼嚴重的金融事件 它一定會前進 iPhone也是一樣 現在的AI也是一樣 這就是不可逆的大趨勢 所以 你相信我 你早晚都是要買AI的 你現在不買 等到它漲上去 你還是得買 那為什麼不要趁現在大特價去買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 把握機會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會很重要 這個禮拜會很重要 因為 全球央行年會 又加上NVIDIA的財報要公佈 會有很多的機會 浮現在這禮拜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直接用手機的相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也可以加入 我們的中心思想很簡單 就是說對我來說 股票它的本質 就是產業加數字 就是說 股票的本質一定是說 它這項產業好不好 可是未來的獲利狀況怎麼樣 我們才會去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買這檔股票 那你說籌碼面 技術面 這對我們來講就是輔助 輔助進場 但是不是主要的選股邏輯 是輔助 主要的選股邏輯一定是說 產業加上未來的預估數字 所以你看 其實有很多機會 那就像我講的 你說什麼叫做便宜的AI 只要說這個時間點 真實本益比在20倍以下 都叫做便宜 好 只要說真實本益比在15倍以下 都叫做大特價 所以你去看 現在一大堆的AI股 全部都是不到20倍 過半數都不到15倍 這不就是大特價嗎 這不就是大拍賣 所以你看上禮拜 2368鏡像電 我們在前一個禮拜進場 前一個禮拜進場 上禮拜三又進場再加碼 加碼完隔一天馬上一根漲停 不誇張隔一天馬上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206.5 一根漲停板 接著 上禮拜五繼續再創高213 所以你看 上禮拜的盤勢好不好 其實上禮拜盤勢說真的 是比較震盪 但金像電有沒有再創高 照樣創高 最高來到213 幾乎是已經刷新大家 對金像電他的既定印象 200元的金像電 213 前一週買 上禮拜三再加碼 往上拉 最高到213 你說為什麼盤勢不好 金像電照樣可以這樣漲 因為它便宜 因為 就很簡單 因為它便宜 就像我講的 金像電它是在PCB裡面 伺服器佔比最高的一檔 6到7成 AI伺服器這部分 上海一成以上 它的營收佔比 重點在於它的數字 11到12塊 2024年預估要賺11到12 預估斷11到12 170元上下的真實本益比 只有14倍 只有14倍怎麼會不漲 14倍貴不貴 這叫做大特價 上禮拜五 繼續再創高 所以其實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現在的AI 本來根本就不貴 就是說現在的AI是非常便宜的 很多人 就像我講的 所謂的貴跟便宜 是要看它未來賺多少錢 就像說 你覺得 200元的金像電貴不貴 大家的印象一定會覺得說 200元的金像電 太貴了 漲太多了 沒錯嘛 但其實並不是 200元的金像電一點都不貴 因為說大家對於金像電的既定印象 大概就是90塊 90塊到100塊 所以你現在看到200元的金像電 你當然會覺得很貴 但是就像我講的 股票不是這樣看 不是說它漲很多就叫很貴 就這樣漲很高 不是這樣 而是要去看到 未來能夠賺多少錢 金像電2024能夠賺到11到12塊 真實本益比這14倍 只有14倍而已貴不貴 當然不貴 所以金像電 輕鬆上禮拜五又再創高 那我再強調一次 在這邊所講的本益比 全部都是真實的本益比 就是說我們是用未來的數字 去評估它現在的本益比是多少 因為很多人會說 老師你說的本益比 怎麼跟我在網路上看到的不一樣 怎麼跟我在看盤軟體上面所看到的不一樣 因為你在網路上看到的 因為你在看盤軟體上面所看到的 叫做歷史本益比 它是用過去四個季度 下去算它現在的本益比是多少 但是股票是反映未來 所以我們一定是去看未來的數字 所以人保 2324人保 人保也是 你看 這個位置跌停板下來 跌停板下來 為什麼當時跌停板 我敢公開告訴大家 你如果被套在高點 你就進場去加碼 你如果空手 你就進場去大買 2324人保 人保股本高達440億 為什麼我敢在跌停板告訴大家 這裡可以買 上禮拜一還特別提醒 即將要起漲 即將要起漲 帶量要起漲 一直到上禮拜四 創高 又再創高37.65 上禮拜五 小幅震盪相對都還是強勢 你去看 人保這張股票的分析 夠不夠專業 人保實體堂股本高達440億的 超級大型股 比廣達大 比偽創又再更大 跌下來跌停板 當時告訴大家 你如果不小心追在高點 你就去加碼 如果我說你空手 這裡就是買點 我們在這個位 30元上下進場買進 上禮拜五創高37.65 足足20% 那你說為什麼 上禮拜五的盤勢 上禮拜的盤勢也不好 人保為什麼可以這樣漲 而且他股本高達440億 440億不要說什麼炒作 440億沒有任何人炒得起來 這麼大的股本誰炒得起來 是吧 不是說什麼34億的小型股 440億的超級大型股 440億的超級大型股 不會有任何一個法人 任何一個單一主力 有辦法去拉抬他的股價 那你說怎麼會這樣漲 這叫做市場共識 就代表市場都認同人保 他未來的展望 所以你看 為什麼當時很多人會說 人保是假AI 因為大家只會看他現在的狀況 但是我跟大家講的 都是他未來的狀況 人保未來不錯 2024要賺2.5到3塊錢 目前的價位真的不貴 所以把握本週 本週會出現非常多好的機會 尤其是在NVIDIA財報公布之前 該買的 該進場的 我們就提前進場去做布局 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現在的台子期是大漲了100點 大漲100點 幾乎是把上禮拜的跌幅 全部又再收復回來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就是 指數會比較震盪 個股也是稍微去消化籌碼 但是絕對沒有轉空 不需要說很多人會這樣 只要盤是稍微震盪 那稍微說有一些風吹草動 就會覺得AI又要結束了 AI又要轉空了 不需要 AI這個東西它就是大趨勢 它就是剛性需求 盤是怎麼震盪拉回來 一樣都是去找買點 現在的台子期又大漲了100點 所以你看 我們光是看現在的台子期就知道 上禮拜五的下跌 又是新一次的買點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重點 就是說 現在的市場共識 不論說外資也好 投信也好 大家對於AI的市場共識 基本的本益比 一定都是20倍起跳了 都是20倍起跳 如果說是20倍起跳的話 我們以目前台股的AI股來看 一大堆都不到20倍 都有夠便宜 如果說不到15倍 就叫做大特價 所以真的把握機會 就像我講的 AI是一個大趨勢 它是不可逆的大趨勢 你早晚都要買 你現在不買 等到它漲上去 你還是得追 那為什麼不要現在買 這個概念其實真的很像 當時的平概股 記得當時的平概股 像是GIS跟TPK那個時期 大概蘋果出到第四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最熱的時候 還記得吧 那個時候的平概股 你說好你在操作台股 你不買平概股 你乾脆不要做台股 因為不會漲 沒有東西會漲 只有平概股會漲 還有印象吧 那個時期的平概股 真的是你如果說要做台股 你只能買平概股 你不買平概股 你就不要去操作台股了 因為其他股票都不會動 就橫盤在那邊 之後的AI就會是這種狀況 就是說 它的佔比會越來越高 那會變成說台股 真正比較有鑽頭 比較有空間的就會是AI 所以你看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直接掃描加入 本週一樣會有很多全新的 黑馬股 跟一些便宜的AI股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 3035的智原 智原也是 3035的智原 我們當時在 這個位置 7月26號跌停板 當時跌停板 跌停板股價在340元 股價在340元 當時就公開告訴他 跌破300元是買點 跌破300元是買點 當時我們講的有多具體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 340元先不要去加碼 你就續報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要去加碼 等到跌破300元再去做買進 因為300元以下才有投資價值 如果你空手一樣是300元以下 再去做買進 好 那你看 7月30號也是跟大家講 跌破300元我們買 我們買298.5這個位置 跌破300元我們就進場 隔兩天吃了一根跌停板 吃了一根跌停板 還是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去加碼 這邏輯就是這樣 為什麼300元可以買 為什麼281會不行買 所以你說在這裡買 一根跌停板下來怎麼辦 就是去加碼 就這麼簡單 8月15號跳空漲停鎖死 最高來到334 上禮拜四 最高來到373 300元以下買進 通通都賺錢 上禮拜五小幅度的震盪 這就是新一次的買點 所以其實就像我一直強調 AI的籌碼比較亂 所以它會震盪 這些都非常正常 我們只要知道說 它現在的股價不貴 其實所有的震盪 都是給你新一次的買點 所以你看智元 你說智元為什麼會有辦法 可能說智元在市場上 分析的人很多 因為畢竟是熱門股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全市場絕對不會有人 在340元就告訴你 300元以下它是一個買點 我們是在智元還沒有跌下來 之前就告訴大家 它在什麼樣的價位 你可以去買進 當時在340元 340元告訴大家 300元以下 才會有低階買盤 專不專業 你說你三天三五的智元 只要你是買這300元以下 買這300元上下 就算你賣這上禮拜五的跌停板 有沒有賺錢 一樣是大賺 一樣是大賺 所以這就叫做產業加數字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到底專不專業 看8月份的操作最準確 因為你說7月份 7月份這種行情誰不會賺 是吧 就是說7月份這個行情 你只要 只要會下單 基本上多少都能夠賺得到 因為說7月就是百花齊放 但是8月份 整個 AI股跟整個盤勢比較凌亂 這就看得出專業 所以你看智元 智元就很標準 340元就告訴大家 跌到300元以下 可以下去做買進 還有像是5340的建容也是 你看當時有講 AI伺服器的PCB跟ABF 跟銅箔機板好 建容一定會跟著好 它就是上游的 上游的波纖部 上游的波纖部 只要PCB ABF 銅箔機板好 它的需求一定會跟著旺 不可能說下游好 結果上游的需求沒有拉起來 這就不合理 上禮拜四 一根漲停板 往上拉 最高到67.9 上禮拜五 一度再創高 小幅度的震盪 相對都還是強勢 70.6 有沒有 這裡買這裡買 上禮拜一樣是輕鬆賺 廣達也是 你看 廣達當時140元告訴大家 260元以上出清 跌下來 跌下來這個位置告訴大家 等買點 一直到前週四 8月10號 跌停板告訴大家 買點隨時會出現 到上禮拜一 告訴大家這個位置 有機會漲停 會往上拉 上禮拜四 280.5 上禮拜五 小幅震盪 整體相對都還是強勢 所以你看 你說AI股到底賺不專業 你光是看偽創跟廣達就好 夠不夠具體 夠不夠專業 我不相信說看我們的節目 這樣追蹤下來 廣達跟偽創 誰沒賺到錢 我不相信你沒有賺到錢 一定有 這就是專業 所以把握機會 你早晚都是要買AI 那為什麼不要趁 現在大特價 下去做買進 歡迎聯合環同時間 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NE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訂閱 按讚 按讚